创意吸睛 文艺飘香 文创百宝香 文字艺术中心 文字幕志愿者 因为我自己是从事传统书法的学习 创作 甚至于长年以来一直在推广 那么在推广之后 尤其近一二十年来 特别感受到的就是 电脑数位化的兴起之后 大家都用电脑文书来代替了书写 那么连一般的书写都很难得去进行了 那更不要谈到传统毛笔的这个书法的传承 那么所以我在应该在迁徙年 就是两千年的时候 那我自己就跟我们淡江大学的同事 因为我自己在淡江大学中文系教书 那么我们的同事就是包括了资讯工程的专家 跟演剧教学的专家 那我就跟他们提议说 我怎么样才能够将我们传统的书写 来进入这个数位化 然后让他呢 透过这个数位化来呈现 或者是用这样的方法 来让大家去回味一下传统毛笔的书写 那开始这个都是一个跨领域的吧 那我也不懂电脑的科技 他们也不懂怎么样的一个毛笔的书写 就是在那里碰撞 碰撞了很多很多年 始终就是找不出一个很合适的一个方式 那么在全世界各地的这一个各种的文献当中 想要去收集相关的文献资料呢 也都不容易去找到 很难有相类似可以让我们参考的文献 那么所以没办法之下 我们就自己去实验 那么实验呢 开始用压力的方式 也是一样用一支我们讲的电脑使用的这种控触笔 触控笔 那么用压力 但是压力呢 很难去把毛笔的这种笔锋 或者是笔触去呈现出来 它顶多就是一个线条 一个笔画 那么在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总算摸出一条线索 就是从磁性感应 来感应这个笔锋跟笔触 那这样的一个磁性感应的了解呢 那么让它就形成了一个 我们称为叫做一笔书画系统的一个核心技术 但是这个核心技术从我们开始研究呢 就已经经过六年才完成了 才有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这个技术主要的要点 它就是我们研发的一支笔 这个笔头 是很像我们原子笔那样的 但笔它稍微要来得长一些 那么它有弹性 那我们的书写板本身也具有弹性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提案之间 它可以传动那个磁性的一种粗细的一个感应 那么直接导入到我们的这个数位工具电脑里面 它就会呈现出一个线条 那么它主要就采取了默设的一个物理的原则 笔锋的物理原则 还有一个轻重提案的一个物理原则 用这样几个原则去感应到这个书写者的这种笔画 这是一个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出来以后 我们就感觉基本上已经逐渐的去迈入 能够模拟毛笔运笔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真是不容易 因为刚刚提到什么压力磁性 后来整个运笔这个部分的话 从一个想象 然后借由实际上的科技的突破 才有办法去研发出来一个 真的很像人可以去运笔的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是 因为原来在研究的时候 那我们的这个同事就因为不同领域 那么他们就想说 那么我们是不是用另外的方式 去拿笔 用笔的这个动作 那我当时我是坚持认为不能这样做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传统书法的拥护者 也是传承者 那我如果把这个笔给去掉了 没有这个笔的话 那我何以为继呢 都没办法 那么所以我就一再地跟我们的同事讨论 说笔不能去掉 那么用这个笔来做任何可以进行的一个改变 那也就这样子 所以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一方面让科技的同事来适应毛病 那一方面让我自己去理解 他们所进行的一些数位的一个科技的内容 所以这两方面的一个碰撞 其实需要磨合 不容易 我们讲就无中生有吧 是 他无中生有 你们真的是写下历史 老师也从传统到科技 你也需要蛮多适应的 那有些科技人 他们也慢慢的可以领会到这老祖宗的这个可贵的智慧 好 怎么样呢 使用这套智慧工具 就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来书写或绘画 就这样子吗 还是说其实我们这套书写工具 其实还可以发挥更大的功能 对 因为它基本上它是一个数位的工具 所以它本身它具备几个毛笔所做不到的 因为在这个研发之后呢 也有人认为说我们的这个一笔跟毛笔不同 那么有一些毛笔可以表现的一些自然的风味 这个电脑的数位工具 它是机器 它是做不到的 那本来它两者就是不同 那所以我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要拿一笔来改变或者颠覆我们的毛笔的书写工具 而是如何的让它能够共同的去在这个时代发展这一个毛笔的艺术 那么所以我们的科技的这个跟毛笔最大的一个不同 它就是一支笔就可以由你自己去控制它 你要用大的笔的粗的笔画来书写 或者细的笔的笔画来书写 就一支笔 它可以从简单的硬笔一直到比较粗的毛笔 它都能够在你的手上自己去调整去控制 第二个呢就是你所有写过的 因为它有提案出戏 你都可以跟毛笔一样的方式去进行 但是你所写过的这个过程 它都及时的就记录下来 也就是存档下来了 那么记录下来之后呢 你离线以后你也可以把它叫出来 所谓离线就是你离开这个工具之后再来从这里面去取 也可以取出你所已经记录下来的运笔过程 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这样子可以让学习者可以知道说 所以是不是进步了 我有没有进步 或者我在书写的时候有些什么地方是错误的 那第三个特点就是 它所存档下来的 我们用一个叫做动态笔机 因为它可以动的 叫做STK档去储存它 它们这个储存的容量非常非常低 因为很低的容量 所以它就能够进行我们所谓的演句方面的运用 比如说email传送 网络上面的这个应用 它都非常的方便 那么有这样子几个非常好的这个特点 在以往是没有的一个情形下 那我们就在核心技术成功之后 我们就开始进行各种能够跟电脑数位的这个多媒体 能够应用的功能 那当我们应用这个功能的时候 我们又研发出一项了 也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就是可以拆解笔画 重新组合而把原来的字形 这个书画 就还原到它笔迹的这种过程 我讲简单的说就是 比如说我们常看到故宫的一些书画 很重要的比如说快学之心帖 就是很喜欢王羲之写的快学之心帖 但是我们都只能看到它印出来的 这个图或者是笔迹 这个默契 但我们不知道它是如何去书写 但是透过我们再发展出来这个技术以后 它就能够将这些笔画 一个字里面的各个笔画拆解 拆解下来之后再重新组合原来的字 但是组合进原来的字的时候 我们就经过了我们的这个动态笔迹的这个技术 从这里进去 进去然后再出来以后 这个字就变成是书写的方式 它能够呈现出原来 就还原原来的书写 等于复活了这个默契 那这个技术就让很多书法的专家 或者是有意欣赏人都大为惊奇 因为比如说像现在在故宫 在东京有一个展览很有名的 苏东波的韩石帖 那韩石帖我们也是同样的把这一个字 就还原成为动态笔迹 我们称为叫做这个MEP 所以说Movie EP 让它像影片一样 然后就写给你看 那这样子的技术呢 可能都是以往所没有的 那也应用这个技术 我们把一些古典的字铁 我们都把它还原 然后再用检索的方式 就形成一个比一般市面上的印刷的字铁 更活 更好用的这个字铁 我们就称它叫做移动法铁 那么这移动法铁可能就改变了字铁的一个呈现的模式 那么跟电脑就可以结合 哇 这么棒的一套系统 已经开始运用在这教学上了吗 或者说其实我们社会人士也可以来使用它 对 我们其实在教学上面是随时它都可以用 任何人只要来用的话 他就可以 比如说很多想教书法的老师 他可能因为之前没有学过毛笔 他不知道如何去运笔 笔法的过程 这些他可能不是那么了解 但是在我们的这一个一笔里面 就已经把这个笔法是动态的 完全是存在这一个资料里面 那么他就取出这个资料 在课堂上就放出来 那么学生拿毛笔来书写 就看着那个笔 那个笔法笔怎么走 他就跟着那个来写 那这个都是以往所没有的 多少程度也解决了 以文科老师在教书法的时候 可能自己的这一个书法能力 没有办法去示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也把书法 列为中小学的必修课程 那么中国大陆也一样的 也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能够让书法的这个教学 能够采用 我想这个都是一个正面的发展 是 广为使用 所谓无师自通 以前要老师教 现在老师可能是电脑 这个仪化的工具 那么以前写传统书法 还要临帖 现在竟然可以透过这样的工具 那么像这样这个书法 在老师的这个南华当中 酝酿了十多年 未来在这个文字艺术中心 是不是还会有相关的一些 中华文化 会借由这个电脑科技 来做进一步的推广 对 现在第一个 我们是先让书法的这个教学 能够数位化 比如说我们在前三年开始 我们就做一个实验性的课程 那现在当然已经是正式的课程了 就是学生要学书法 他是进我们的电脑教室来学书法 那么从一笔 因为我们电脑教室配置 有这一个一笔的工具 他们就在这个一笔工具上面去学习 如何运笔 如何临帖 如何制作出他想要的这一个作品 那么这个是一笔上面 在电脑上面做 但是他要缴成绩 或者是每一个学期 我们要看他的这个成绩的时候 他是必须将他在电脑所学的 所最后完成的这一个作品 用毛笔把它写出来 所以他是一笔跟毛笔并用的 也就是我们没有品弃 传统毛毛笔 但是他就是没有完全用一笔来代替了传统的毛笔 但是可以让年轻人 一开始的时候 他会很兴奋 很兴奋就是说 哎呀我学毛笔 我应该学毛笔 这是中华文化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要他拿毛笔 他觉得这个不太容易 但是拿这个他所熟悉的数位化的工具 他觉得这个很容易 那么他就用他熟悉的工具 然后进入书法的学习 然后再进入这一个毛笔 这样子办下来以后 成果非常的好 非常好 那我们也把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过程 我们也把它做成一个报告 那么我们就要准备要发送给很多地方 让大家去做参考 这个参考就是说 在整个书法的这个教学当中 应该也是与时俱进 能够跟数位来结合 因为最终的目的 还是回归到我们传统的书法这条路上 那这个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 那当然将来就是我们毕竟是学术机构 我们很难去做全面性的发展 所以我们才会跟这个政维集团 由政维集团他们来帮我们规划 怎么样透过这个网络 尤其是最重要的是网络平台 要设立一个很大型的这个网络平台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学习 跟传统方法有一点不太一样 传统毛笔的这个书写 你要在网络平台上面去进行 整个的这个教学有点困难 那现在这个就可以 那我们会透过这个网络 那么可能在两岸开始就要让它产生 然后让有意学习的人 直接就进网络平台 那么就可以应用 好 不光只是中国大陆 现在在中小学会广为来教学 相信我们在台湾也有更多人 会运用这套新的一个 医化的书写工具 非常谢谢老师您多年来的 这么的用心来研发 我想你应该很高兴 虽然有段时间好像跳拓一下 从传统跳到科技 但是最终你是希望更多人 透过一个比较容易接近的界面 感兴趣的界面 来重新拥抱我们这个 非常具有历史的中华文化传统 对不对 这是我的期望最大的一个目的 非常谢谢贵向 这么用心来研发这套的书写工具 非常谢谢张炳黄主任 您做了这么精彩的介绍 谢谢您 谢谢